這樣重要的比賽如果重新展現出他自己的功力的話 就更加難得 將比賽要正式展開 有身穿黑色球衣的夢想家掌握第一波球權 剛剛在外圍的空檔 李凱諺其實空檔非常大 很可惜沒有把握 林俊錡在45度腳發炮 對 剛剛還是他一貫的打法 就是一旦有這個遊手轉攻 就是不斷地去超籃框攻擊 哇 林俊錡一開始非常活躍 用眼神做假動作挑籃得分 剛剛如果他不管是攻擊或者分球為主 那剛才一開始有個三分進球 對於他自己接起來其實有好招 林俊錡也用右側的切入環藝顏色 剛剛好的攻擊手 這一球才不會先放掉 李凱諺一樣給出身體對抗 所以大逼的眼神就好 好重要了 又是一技 要繼續觸手 林俊錡 阿極沒有讓出空間來 交給外圍的曼妮高 再攻擊 林俊錡 球大的飛身上來 林俊錡 再在籃底下沒有要到犯規喔 開後面的蘇世瑄 受到了Walko的干擾 老吳 籃底下清開空間 大逼幫他創造了攻擊籃框 康莊 差距 老吳 交到湖底 Walko 看到籃底下有米歇爾 哇 結果沒有人對上來啊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空檔 對 在前面 那至少你要先讓大逼感受到一些威脅 不要讓他的手都這麼輕鬆 來看米歇爾 居然是今天第一個投進三分 獲勝的這個 組織來打打看 米歇爾又在籃底下拿浪球 來自洪志上的速攻 這是一技M1 對 所以有時候同樣的方式 對方應該有做準備的 外圍換防 裡面再多 哇 可惜了 進攻籃板布依德拿到 小潔外面有YOPEN的機會 必中三分 在近期的比賽 我一直想說 還有羊匠可以在後面牽著 藍底下 Tony Mitchell 阿里居 聖利 中間Mitchell 中間Mitchell 第一間比賽結束 林均吉外圍單打 在做禁區的小球 哇 又沒蓋到了 這一球總算是滾進去了 同席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 對 那林順帥又回來 劍克尼就是貼著 而且是纏著不放 哇 米歇爾 結果又是米歇爾啊 現在得分上手 林金鋒 有一個拋頭沒有人手上來 那就不客氣了 最後部分要做得比較小心 金鋒 在左邊底線WIDE OPEN 沒有破 箭子彈的是 Mitchell來了 野獸派的灌籃 BOY 一個墊步來到林均 這一球 對方是直接讓開 雙手是最重要的 一樣是五分差距 林均吉回到球場上 顧依德 他有對位的狀況 芝香阿牧臉上 踩進三分 對 被來框蓋了火鍋 對 Kenny 空中拉桿放短了 還有麥卡洛在後面買保險 這個在防守關 都會付出很多的體力代價 對 這樣比賽確實有交土戰的意味 林蘇卡 總算是進球啦 GOGOGO 而且還要到了犯規 林坎晏過去是年度防守第一隊的球員 哇 好球 從湖頂開砲 總算是出現了 又一個投進三分球的 只是他的超級好朋友 莫倫斯 外線出手 布里德在這個位置有信心 還是一直持續的以外圍攻擊 那就有點浪費了 麥卡洛殺網進去 打敗兩分球進去 莫倫斯 但不曉得他這個身體的狀況如何 要不然的話應該是趁機 在籃框附近不會先攻擊 林蘇偉跳出來了 這是一顆未過濾的三分球 37比31 上半場還有5分12秒 林俊綺跳在空中找到錢肯尼 也來一鏡外線 因為你拚防守 勢必在某一段時間的體力 會稍微下滑 直接衝擊籃空 Dunk you very much 對 這就是剛剛志榮哥 所提到的大屁股 阿琪現在拿到的球 對於攻擊籃空那個執念跟信心 已經完全破繭而出了 對 這一點 漂亮的下滑 好球 直接挑戰健身教練 Kennie Manigal 5分差 阿琪 再四十五度角 汗地拔頭 哇 也是一季三分 9分 個人第三季外線 出豪 用節奏變換 輕微上來的空間 這是林出豪的經驗 對 所以慢慢的體力也調節好 然後知道對方大概怎麼樣子 用這身體對抗來跟他這個 肉搏 沒錯 衛線投射 再來一季 Back to back for three 夢想居體手 所以剛剛麥卡洛是直接用手推出去 沒錯 9分 9分 Let it go 背狂突然翻身 直接吃掉了盧冠良 對 再往回給 結果阿琪抄到 這一次的失誤要讓夢想家多打一撲 過去的皇家空軍 現在的夢想空軍雙手 阿琪 用眼神關 下手挑籃 布依德補盡兩分 哇哦 現在必須要叫站 出在著他們反而來一個全場壓迫 掉到底線 新窩根沒有機會 再來到45分小的林俊基 波進來 擺球是克里斯馬卡洛 來 林出豪撿到往前衝 前場全部都是退房的球員 MICHEL 在人堆當中還是攻擊成功 超級MICHEL 今天真的是超級成功 MICHEL要趕快帶過半場 已經進入到上半場的獨秒階段 小米才最後翻身上籃 精彩的坡車 哇哦 阿琪 擋拆 結果出現失誤 前場又是一次的快攻機會 POLINICEL 當手包包 新北資深機 有灌籃來霸到比特爾 有沒有機會回溫 對 不過 我覺得從洪志聖先是即時救援之後 那慢慢的也把這個 廣分的信心有逐漸打出來 對 一直三次出手 再三分線外 但MICHEL真的有點慘 WIDE OPEN 麥卡洛夫他投就要付出代價了 因為他是有外線能力 有感覺 把外分球再做EXTRA PASS 還是沒有衝向籃板球 Candy Manicom Manicom 這次乾脆自己投了 哇哦 自己來比較實在啊 對 年度第六人 那打到現在 其實他是在MVP的討論裡面 雖然還少嘛 先解決斷 哦 先看一下 麥卡洛夫 第三屆第二季的三分球 偷偷來自湖頂位置 球被偷走了 今天蘇偉點球很準 對前場的快攻投起來 要的風對 就是一個M1 新北的飆風玫瑰 對 你一進呢 不管是怎麼樣的兩分球 好像就會找回一些信心來 超好球 大比一結合傳球 雙手轟炸籃框 現在在第三屆的先發名單當中 這才是全場的陣 第一個表格 哇好球 用一個節奏變換 眼神假動作 CANNING MANIGO挑戰得分 對 接下來 要來摳一個戰術 高過阿牧的橫擋 加速 前面有著 吉爾貝克 最後 繳到了MANIGO 今天兩個人 是最好的朋友 可能影響這比賽的勝負 所以罰球也是個重點 哇 林舒豪直接擺脫 但是應該是一個GO TENDING 一位球先打到籃板了 GO TENDING 球進算 林舒豪 靠著這一季上籃 現在追成了63瓶手 曼尼高預留空間 這個時候封死傳球路線 林俊吉關門 找到外圍 盧冠良 45度角 中央一球 中央一球 中央一季三分球 球員哦 奔擔一下林俊吉的這個彈子哦 沒錯 那除了布依德跟麥卡洛之外 是沒有人能夠跳出來的 哇 哇 林舒威也要 不然分數會被按過去 阿良 心情來了嗎 好球 背靠背的三分 哇 球剩下三秒鐘 錢肯尼恐怕要自己來 拆炸彈 高打板球沒進 藍底下還有健身教練 肌肉新人 我剛才也是時間的判斷 搶不贏布依德 布依德抓下進攻籃板 又是一次Pick and roll 哇 這是一個Fight Away Jumper 而且進場 對 林舒豪想懷疑顏色 但是錢肯尼在這一邊跟得非常醒 好球 也用一個Fight Away 在擋到的投球 沒錯 凱燕 自走POW 用這樣來找到節奏 那還... 固執圈橫擋下滑 在腳底線 林舒威 面對對手的跑道 這是一季三分 浩場雙槍要拔出來了 對 在重... 打五交給小潔 外圍傳導 RandomWALCO 切底線 具有身材優勢 哇 這一球沒有拋近啊 完全就是硬來喔 大家比賽確實出手的機會並不多 要做一些高難度的投籃 比較吃緊一點 哇 說到高難度的投籃 怎麼能夠忘了麥卡洛 第四的話 進入到季後賽 心裡的負擔也會比較小一點 就是要跟對手說 你們下次再來吧 對 曉敏在底線 CATCHU 陳俊男在這一節的表現相當精采 抓下籃板球之後 帶過半場勝不到三秒鐘 健身教練再往外分 陳振傑 晃了一排 外線開火 這是一鏡Buzzle Beater 氣勢來了齁 那就看國王隊要怎麼做回應了 Pick and Puck 三分線外 莫倫斯 在湖頂就是他吃飯的地方 對 朱豪 要膽打嗎 交給Michel 還是放他投 那就是一鏡收起刀路三發 第一場三顆進球 但無虛發 放手 放手 把CATCHU 也很快的懷疑顏色 對 在有對位的狀況之下 把剛剛丟的三分要回來 拿回來 對 鏡可能不讓對方做那個演故 真的不壞掉 單分線外 林輸豪的好火球之術 在第四節上演 今天人海出扣 不需要打得太著急 兩邊只有一分差距 林俊基 把球給麥卡洛 這個時候分球為球隊建功了 對 麥卡洛 拿到球 就往進去開 單手被控 林俊基快速把球帶過半場 小打大 再往外交 在這一個位置 三分球 麥卡洛 快成為這場比賽的關 能夠幾次創造這種破壞的狀況 麥卡洛又來了 殺入禁區 35分進場 麥卡洛火力全開 最後交給老無注意時間的拋頭 沒有 進攻籃板 結果被健身教練拿到 再擺回去 我剛才因為現場的這個 這個馬戲團般的投籃 這球真的是高難度的進球 三分差 這一個時候逸出三分 時間還是夠的 對 聽說好運用自己下盤的力量 想把他頂開 小潔 Catch and shoot 這是一擊外圍三分 在夢想家這一邊 對 對 這一個拋頭是他擅長的 沒有問題 兩分補進 沒有 記在麥尼高補進的身上 林俊錦 後仰跳投 沒有球進 結果這一球最後被麥卡洛給補進 哇 當然現在 夢想家最好的選擇就是 盡量把時間帶慢 但是如果有十足把握 那國王這邊就完全相反了 莫倫斯在外圍 wide open 命中了三分球 對 彈球的時間比較久 再交給阿極 地板給球 故意得進去 現在是守不住的狀況 對 主委 在亂軍當中要尋找人 金榜外圍做hand off 再給回來 領金榜的跑投進攻 進入到獨鳥階段 夢想家要邁向自己的八連勝 WALCO 這一季三分球就此為比賽定 WALCO除了洋將表現 真的很稱職之外 對 那這樣比賽 對國王隊來說 真的是蠻辛苦的 昨天打到位於國王 是有一天的休息時間 林俊吉這場比賽絕對是鞠躬絕尾 對 相當 那這樣比賽要告一段落了 邁卡洛 這球還要攻 那這就會有一點爭議 對 現在 在城堡裡面是想起了如雷的虛聲 對 通常我們是不太需要在攻 在課場在攻這種球 所以現在ManyGo是非常的不爽 來到球場上 是跟他有一些言語的交換 對 其實比賽還沒結束耶 對 那 還是要 想辦法先完成這場比賽 對 因為國王隊的板凳端 不只ManyGo是有一點激動的 對 這樣子 如果說聯盟要懲罰的話 是可以有 根據去懲罰的話 對 好 那最後的比數是120比100 有爭議的絕對就是 那最後一個上籃了 對 那稍待會在賽後訪問的話 也可以 來 跟 麥卡洛聊一下 最後一個上籃是什麼樣的想法 嗯 不過 扣掉那一球 其實他今天真的 也算是卯足了全力 空下了40分 對 怪在18個籃板球 對上他的老東家 幫助現在的新東家 夢想家 拉出 對史最長的八連勝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